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区法官拿出一份午夜纸的大陪审团的决定 在里面有开头有结束 只字没有提到川普的名字 但是他的方向 对不起 他的方向似乎指向了川普的支持者 那朱利安尼 包括朱利安尼 包括格林奥 还有当时的梅多斯 就是川普的办公室的主任 幕僚长 那指控川普的 再一次是一个中年的 就像纽约州的总检察长一样 是同一类的中年的女士 黑人女士 非常类似 我一直跟大家说 就是很奇怪 指控川普的人很多是这样的 那种就是说 里面包含了相当大的仇恨 人们对他评价呢 不太就是很凶狠 你给他一 说你打他一拳 他踹你三脚 就是我看有另外一个人 这么评价他 那他发狠了 他集中权力发狠了对付川普 那我们当时跟大家解释过 那大陪审团拿出这份报告之后 他是透过法官拿出来 那给我的感觉就是宣传的成分居高 这是我们昨天评价 宣传成分居高 法律是判违法没违法 对不对 而不是媒体 那他的做法是媒体的 那川普的回应呢 就是也很蹊跷 因为人家没提你 那川普的回应的时候 就是以另类的一种方式进行回应 基本上故事是这样 但围绕的调查的主题 就在富尔顿县围绕调查主题 是川普利用总统权力 干涉地区选举 2020年 佐治亚州就是亚历山大 亚特兰大所带的最大地区 200万人300万人 那他是这么一个 整个这么一个故事在里头 所以里面就牵扯到一个法律的问题 那德肖威辞 这是美国最中 当今最著名的哈佛的宪法学者 直接了当就说 那佐治亚州的大陪审团 拿出与川普调查相关的报告 是违反宪法的 那他直接了当就说 大陪审团只是提供充电用 就是来来 他不是一个判决 他没有大陪审团 没有资格判决 而他在做出这种调查的过程中 他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 而没有看到任何 他们让川普有所表达 没有 因为他调查的主题是 川普违反2020年美国选举 涉嫌干涉 那这是川普是这个被调查的主角 他们却故意忽视主角 但直接又给予了判断 就是直接以大陪审团的身份 又给予判决 而又拿出一部分来 又不去明确讲 而里面讲的说呢 他的原稿是说 法官这么说的 大陪审团的大多数人认为 他不是全部 那我们知道 如果真的是陪审团 就是必须是全部一致的结果 这是一个陪审团的素质 他的一般的规矩 所以这就是德桑迪斯大声疾呼 这是迫害 这是对川普的迫害 这是一个直接违反宪法的迫害 公然直接了当的迫害 利用法律的系统的一切 那他迫害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为了 为了能够 就是怎么说呢 给我感觉是一种民族的 已经上升到一种民族的仇恨 生命的仇恨 看见川普就咬牙 德桑迪斯明确讲 佐治亚法官 佐治亚州法官拿出了福尔顿县的午夜报告 是严重违反宪法的 而报告是调查川普及其盟友 挑战佐治亚州的选举结果 那他明确讲说 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法律程序 宪法规定 大陪审团是防止虚假起诉的保证 这是第五修正案 防止虚假起诉的保证 这是第五修正案的规定 那结果现在大陪审团 却成为起诉者的工具 反了 完全反了走 对不对 那最高法院 县高等法院法官罗伯茨 命令拿出午夜报告 结论跟导言 他说这样的法律决定 是具有严重问题 大陪审团的结论 不应该放在纸上 大陪审团的结论是参考 法官做判决 不是把大陪审团做判决 人说不对 有些很多刹那案 是大陪审团做判决 那是陈述之后 由陪审团做决定 是和不是 那是个结果 你现在是调查 不是 不是审判的结果 这是两回事 你不能拿开头当结束 很多都是基本理念的问题 就是一个基本概念的问题 如果混淆基本概念的话 那就是主持的人 故意互来 对不对 就是他只是走过场 达到自己目的 他们通常只是为档案充电 就是他补充内容 补充资料 大陪审团在没有给他指定的人 提供正常程序机会的情况下 拿出这样的公告 这是严重的法律问题 他们没有给予川普任何机会 然后给予这样的公告 这是严重的法律问题 他说无论对 无论设计的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 但这是在一个氛围里面 因为每个公民都享有基本的公民自由权 这个公民自由权被剥夺了 就是他们用了法律的名义 其实呢 是表达在他们内心的愤怒 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 利用了法律的一切去满足他的情感 他的愤怒 那都不是法律 比如说这话有什么不对 那今天的中国的法律就是习近平的 共产党的 共产党利用法律的一切 利用法律的一切 去维持这一份邪恶的统治 那是法律 那我问你法律到底对不对 公正不公正 他就这是东西 所以他的法律不是公平的 法律是变成了一个权力者的东西 这是一再一再讲的 你必须以试图让川普的名义 将政治分开 无论你是否支援我们所有人的 公民自由权被剥夺的候选 他意思就是说 你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不能参查政治党派 那美国人就把跟政治分开 实际就是党派利益的问题 你不要 这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它应该是平铺直竖的 它应该是把一个 在政治上没有的 所以正是因为法律 本身应该是高于政治的 才对 才能够评判 它是保护国家的 不是保护政党的 这就是最新的故事